然后呢 我们将火关掉 大家来看一下 颜色呢 非常的漂亮 如果说你感觉颜色呢 不够黑 不够筛 可以再加一些糖色 再熬制几分钟 大家来看一下 颜色非常漂亮 压土 再看一下我们的老汤 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着急将原料 压头跟压脖捞出来 我们要焖一回 如果说您风干的越干 我们呢 焖制时间要长一点 但是我们边焖的时候要边看 要确保焖的肉不要烂掉 不要散掉 所以说呢 大家在操作这一个步骤呢 一定要认真地操作 边焖边看 做到这个习惯 一般呢 我们风干的好的话 要保持到焖30分钟以上 这时候我们将盖子盖住 等一会 再过来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已经焖制了30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捞出来了 大家来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从颜色上来看一下 颜色呢 越来越深 比之前刚煮好的时候 要深了 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捞出来亮一下 颜色呢 会更深 如果说你还觉得颜色不够黑的话 这个呢 我们可以再加糖色 具体的方法 我们在玩意当中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我们呢 将 鸭脖跟鸭头全部捞出来 好 这个时候 我已经将鸭头跟鸭脖捞出来了 大家来看一下 颜色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颜色就比刚才我们刚卤制完的颜色 就更深了一点 等一下完全晾干了 它的颜色呢 会更加深 我们捞鸭脖的时候 老汤还有温度的时候再捞出来 特别是冬天 大家注意这一点 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老汤的处理 如果说一次卤完了 我们长时间不卤的话 我们将老汤中的料捞出来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保存 老汤也是可以放在冰箱里面保存 特别是夏天 如果说下次再卤的时候 买的老汤不够了 这个呢 就讲到老汤循环的部分 我呢 就放在冰箱里面